政府最近宣布 有意在今年内调整最低薪金制 而事实上 我国刚刚在去年7月1日 才落实了1500令吉的最低薪金 马花副总会长刘亚强认为 最低薪金制可提高员工收入 但政府也要给予中小企业足够的支持 确保有关调整 能为企业和员工创造双赢局面 因为中小企业目前已面对涨价潮 悲色潮 税率调高 以及即将在8月落实的电子发票 等等政策的冲击 加上经济低迷 生意越来越难做 如果又要面临新一步的最低薪金调整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只能减少人力 进而冲击生产力 企业只会越做越小 最终因失去竞争力而倒闭 如果企业倒闭 人民将失业再高的薪金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 刘亚强向政府提出几项建议 一 对于调整最低薪金制所产生的直接成本 政府可考虑更简单且不变的方法 包括实施反向所得税或付所得税 或者简单的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 二 为那些采用最低薪金的企业 提供宽缩的监管和共简化的流程 同时考虑提供非线金福利 包括公主认可和奖励 三 协助企业采用新技术提供赛职培训等等 以提高员工的技能将工资增长与技能升级挂钩 让员工需要不断提高技能才能提高工资 此 将雇主提供的屋外福利 纳入2011年国家工资协商委员汇法有关工资的定义 让企业能够在不超过最低工资限量的情况下 为员工提供更全面的总薪酬 刘亚强强调 政府应优先把专注力放在解决国家经济问题 改善经济环境 激活国家经济 解决物价高涨等关键事项 让企业和员工都能除经济发展受贿